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到从创造到新创造的第三讲 今天的副题是《亚伯拉罕信心的起与跌》 如果大家看到这幅图画 看到很多的星星 看到海边的沙 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如果你还记得 整本的圣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由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到上帝创造整个大地 到第二章开始讲到我们始终如何犯罪堕落 然后一直讲到人不断的犯罪忘记神 人不能靠自己去拯救自己 来到第三个阶段 也是占圣经最大部分的就是救赎历史 今天开始讲上帝透过一个人 亚伯拉罕 如何开始他的救赎历史 如果说到亚伯拉罕 我会问你如何形容亚伯拉罕 可能你很快就会想到信心之父 那究竟我们可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学到什么呢? 可能你会说 咦?你传道不是的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我们怎样学到他? 或者你可能觉得有些遥不可及 因为你觉得他的信心实在太高 或者说太厉害了 我们学不到的 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呢? 你说是呀 圣经也有说 如果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 亚伯拉罕恩着信 蒙照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黄拿泪去 的确是的 他很有信心 他出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在《创世记》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这个真的是 说到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 原来是离开了他原本的地方 他原本的家 到第四节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各位弟兄姐妹 七十五岁先移民 如果到你七十五岁的时候 你会不会还考虑移民呢? 通常我们说 我们想移民去一个更好、更漂亮、更安全的地方 但今天我们要看的亚伯拉罕 原来他反而去到一块他不知道的 或者是更危险的地方 亚伯拉罕原本离开他什么生活方式呢? 如果在住屋方面来说 原来这些叫封巢屋 原来根据考古 在哈兰里 几千年来都是住这些屋 由牧民族、逐水草移居 要周围的迁徙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这些帐篷 你能看到有些骆驼、羊在那里? 他们就是要一直找着草、找着水源 他从舒适的家里搬到帐篷 在经济方面其实也有很大的转变 原来根据犹太人的著作 《米士纳》里的记载 就说是阿伯拉罕的父亲 原来他在哈兰的时候 是制作和售卖偶像的 那时候他们住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经商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的买卖 还有那时候的偶像 他们大部分人会拜一个月神 日月歌月 原来当你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节 他说《约书亚对众百姓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古时你们的列祖 就是阿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 住在大河那边 侍奉别神 原来约书也是这样记载 当时他的父亲 原来他是在拜其他人的假神 或者是这样的原因 阿伯拉罕原本不是叫阿伯拉罕 原本是叫阿伯拉罕 看了一些诗经书 原来阿伯拉罕本身的名字 是与偶像有关系的 说他是这样 所以最后上帝要他改名做阿伯拉罕 你说阿伯拉罕 那时候阿伯拉罕 即是还没改名之前 他一开始真的很有信心 他出去的时候 真是不知道去哪里 你说很有信心 里传到我们怎么学 如果我们用一个信心指数表 去表达 如果这一刻一到十分 我相信阿伯拉罕可能有七 可能有七 但你看下去你就知道 很快他的信心 就受到考验 去到《创世纪》十二章九到十节 这样说 后来阿伯拉罕又漸漸迁往南地去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阿伯拉罕就下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居 你看看 一接受了上帝的呼召 叫你去吧 去我叫你去的地方 怎料这么快 竟然遇到饥荒 遇到饥荒的时候 究竟他怎么面对呢 是否很有信心 我们看下去 第十一节 将近埃及 就对他妻子撒来说 我知道 你是容貌尽美的婦人 你说 阿伯拉罕也挺甜蜜的 走难 都突然贊 老婆说 老婆 看下去 十二节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全没 蛤?老公 你这样说 是什么意思? 看完这一节 你就知道他想怎样了 十三节 他说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得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全没 蛤? 这样也可以? 如果用广东话 又说 你是否男人 到危急的时候 不是保护老婆 竟然叫老婆 跟你一起说谎 说她是你妹子 然后 任人捉了她 然后自己的生命可以留得住 哇!你看 一开始的信心 如果有七分 现在这一刻 哇!跌 跌到多少? 跌到我想零或者一 很感谢上帝 祂记录了这段的历史 为什么? 因为祂让我们后世人知道 原来第一 信心知乎 不是一开始就造成 而是说祂都要经历很多的起 很多的跌 然后慢慢的成长 这才是我们很值得去学习 和安慰和鼓励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经历信心起和跌 但愿我们开始去学习阿伯蘭 如何继续去信靠上帝 以至到祂的属灵生命慢慢的成长 我们继续看下去 《创世记》十二章十四节 它说 至亚伯蘭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婦人极其美貌 真的好像亚伯蘭所想的 然后那婦人 即是她老婆 真的被人带走去到法老 然后继续圣经都交代 她说法老 因为这个婦人厚待亚伯蘭 亚伯蘭得到很多牛 羊 骆驼、薄屁等等 可能在那一刻她心想 哎 幸好 如果不是这样 我的生命可能不保 但这个绝对不是上帝的计划 和心意 上帝要出手 十二章十七节 耶和说 因亚伯蘭妻子撒来的缘故 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照了亚伯蘭来说 你这向我做的事什么事呢?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 亚伯蘭真的做了一个极不好的见证 又说是相信上帝 结果要说大话 只要在外族里面 让人知道他这么没信心 这么怕死要说大话 不得生有一句说话我觉得挺好 亚伯拉罕故事是描述了一种生活方式 各位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不是要去学习 亚伯拉罕所遇到的事情 然后她如何对策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是一个copy 我们不是要见到亚伯拉罕 她怕命不保 然后叫她老婆去认为妹妹 原来她是想我们学习她如何生活 如何带着信仰 然后一路成长 我们继续看下去 《创世纪十三章一至二节》 就是亚伯拉罕带着她的妻子 只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拉罕的金、银、生畜极多 她开始累积了很多的财富 罗德也是 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张鹏 在这个时候有另一个困难 有另一个考验 有另一个需要 亚伯拉罕去处理、去面对 《创世纪十三章六节》说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真是有句话 共患难可能容易 但共富贵就难了 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同居了 十三章七节 他说当时加南人与比利使人在那地居住 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牧羊人 他们要财草食、要财水源 结果亚伯拉罕怎么做呢? 十三章八节 亚伯拉罕对罗德说 你和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 亚伯拉罕看得清楚 亚伯拉罕也以大局为重 以大家的关系为重 十三章九节说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这个在当时来说是极不尋常 为什么? 因为是长辈话事的本身 应该后背他的侄要听长辈话 但这一刻亚伯拉罕选给他先选 他先选择 他就会选择 你看看 十三章十节说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 俄摩拉尔仙如同耶和华的原子 也像埃及地 总而言之 就是一望上去 整个平原 可以让羊人任他走 也滋润 任他石 总而言之就是丰富的 结果 十一节那里说 他说 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一看到往东迁移 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 当年阿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 《创世纪3章24》他说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窃基罗坡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 该人杀了他的兄弟之后 在《创世纪4章16》说 于是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 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起 当日当我们一群人要想着 创造一个通天的塔的时候 去到《创世纪11章》二字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 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东边很多时都暗示着 是离开了上帝 开始慢慢走向堕落的时候 我们继续看下去 《创世纪13章12-13》 当罗德选完之后 阿伯蘭住在加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佔佔罗伊章棚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恶极 这里好像留下了一条伏线 让我们知道 跟着这一条最大恶极的地方 就是上帝要毁灭的 到13章14节 他说 罗德离开了亚伯蘭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蘭说 你要从你所在的地方 举目看东西南北观看 你所看见一切的地 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16节 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 人若能数地上的尘沙 才能数到你的后裔 然后上帝叫亚伯蘭做了一个行动 在13章17节 他说你起来 终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其实这个举动 当时是一个属于法律的举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一直走着地的时候 走至宣示了一个主权 这些地方 我所走的地方就是我的了 但这一刻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 因为当日上帝叫亚伯蘭走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仍然是加南人居住在那里 如果你还记得刚才 不得生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这个就是了 我想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开始成长了 因为他愿意有一个谦阳的态度 来处理他和罗德的关系 也证明他开始对上帝 应该是在建立 在慢慢建立信心 因为就算被侄子选择好的地方 但他也知道上帝在祝福他 上帝是应许他将来有很多美好的土地 在这个时候 接着圣经开始记录 记录一件事就是罗德被人老了 被人捉了 而且情况十分危急 14章14节上说 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老去 如果给你 你会怎样呢? 如果我们看电视剧的桥段 可能就会说 看你呢 那时候我已经给你选择了 你连小小东西 好东西都不留给我 滋润那些肥沃的地 平坦那些你选择了 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要选择的地 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多山 好东西被侄儿选择了 现在侄儿有难了 你会怎样呢? 成长了的亚伯拉罕 他怎样处理问题呢? 14章14节继续看下来 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老去 就把318个生在他家中 受过训练的壮丁全都出动去追 一直到弹 哇 挺好 他找了三百多人 都是生在他家中 我相信这个给我们知道 应该是很忠心的 因为是亚伯拉罕养大他 而且受过训练 精锐部队然后出去刑斗行动 看15节 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分队击败了敌人 对不起 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 读错了 在夜间他和他的仆人分队击败了敌人 并且追杀他们直到大马士甲北辨的河靶 这一刻又紧张又英勇 而且你有没有留意 这里说的是他和他的仆人 即是说什么 他自己带队 你有没有想起 亚伯拉罕开始成长 因为他本来很害怕他的生命 但这一刻竟然在夜间自己带队和仆人分队 然后去做这个刑斗行动 这个刑斗行动十分成功 14章16节他说 他把一切被努力的财物奪回 也把他侄而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人和妇女都奪回来 再一次显示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 是已经慢慢的成长 15章1节 这是以后 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地赏赐你 之前的记载一直都是记载亚伯拉罕 当上帝有吩咐的时候 他就二话不说就去行动 没有记载过去问过些什么 跟上帝讲价、讨价、还价 没有的 但这一刻他开始文谣 第二节 亚伯拉罕说 主耶和华,我记无子 你还次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甲人 以利以借 以利以借是谁呢? 一会你就知道 但你开始看到他 好像信心 开始又跌了一些 你看下去 15章3节 亚伯拉罕又说 他未等上帝回应 他刚才问了一条问题 未等上帝回应 他又再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原来这个人 就是在他家里做仆人 用人的方法就是 上帝你又没有给我儿子 你就算祝福我很多东西 也没有用 也会留给其他人 现在就是说 我找了一个仆人 然后过计给他儿子 他就可以承受了 当时也是合法的 但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第四节 亚伯拉罕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子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 这里上帝说得很清楚 不是你的仆人 然后上帝带他出去上一课实物教学 15章5节 于是令他走到外面说 你向天观寒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那时晚上 出去看到很多星 上帝说你数 数不了 将来你的后裔的人数 都是多到这样 如果是你 你会怎样想呢? 不是吧? 我那时候什么子女都没有 怎样可以发生呢? 15章6节 亚伯拉罕圣经记载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这里我们不需要怀疑 亚伯拉罕是否真的信 这里说了 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 各位弟兄姐妹 什么是信仰? 这里亚伯拉罕展示了一种 给我们知道 就是说 这一刻 纵使是什么都看不到 但既然上帝有这样的应许 我就信 这个就是信仰 去到16章一会儿 你看到的时候 那时亚伯拉罕已经在加南地住了十年 十年过后 上帝所说的 所应许的 什么天上的星 什么海边的沙 现在好似仍然未实现 这个时候 十六章 《圣经旧事重提》 十六章一节 它说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及他生儿女 撒来有一个子女名叫夏格 是埃及人 夏格的出现也掀起了另一场风波 再一次考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 和他的生活态度 神所赐的后裔是要出自亚伯拉罕 我们刚才看得很清楚 但究竟是否一定要出自撒来 之前未说的 或者是这样 所以他们又尝试用人的方法 想去解决这个没有孩子的问题 撒来就做了一个请求 十六章二节 撒来对亚伯拉罕说 耶和说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子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 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来的话 当时的背景也是可以的 当时的背景就是 如果那个主母没有生育 他真的可以找到他的痞女 然后成为妾侍 然后变成了他生儿子 就可以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他们又用了人的方法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真的又用了人的方法 希望又可以透过这样去做 所以他答应了 这里特别我将它变成蓝色字 就是因他得孩子 在原文 其实是从他被建立 因为当时 没有生育的妇人 是被人看不起的 很没面子的 所以他很想借着她的妇女下夹 然后让她被建立起来 但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16章3节 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 便将使女从埃及人下夹 吸了丈夫为妾 那时亚伯拉罕在加南已住了十年 继续看下去 16章4节 亚伯拉罕与下夹同房 下夹就怀了人 他见自己有人 便小看他的主母 哎呀 这都很讽刺 原本他的如意算盘是想被建立 透过这个妻女下夹 但结果一有了孩子 都未生出来 已经小看了他 16章5节 沙来对阿波兰说 我因你受恶 我将我的妻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人 便小看我 冤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我想大家都应该幻想到他那时的语气 去找他老公在身上 是我因为你受委屈 我这样 他现在还未生出来 有了孩子 已经小看我了 冤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人都很浪泪 第一 因为老公受委屈 然后当时又不见他们去求问上帝 有时就说 你叫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判断 看16章6节 亚伯兰对撒来说 屎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待他 撒来苦待他 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这个亚伯兰 一句公道说话都不说 可能他怕事吧 怕老婆吧 结果就说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后来真是 看16章16节 下甲级亚伯兰生了以实玛利 真是出世了 亚伯兰年86岁 86岁终于有了儿子 但是这个是否合上帝的心意呢? 去到第17章 上帝和亚伯兰说了一段说话 17章16节 他说我必赐福给他 即是他的老婆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作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当上帝和亚伯兰说完这句话之后 17节 亚伯拉罕就虎伏在地 嬉笑 他笑的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让你笑不笑呢? 自己已经一百岁了 老婆九十岁了 竟然上帝说 将来她会透过她 有个儿子给你的 这样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一次先去看 究竟故事是怎样发生 但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真的看到亚伯拉罕 真的是一个跟我们一样 一个正常的人 有时信心会有起有跌 但他却成为了一个榜样 他是不断的成长 他透过不断的行动 去更加了解上帝 和更加了解上帝的能力 和这个上帝继续是一个 守药、守应许的上帝 他能够成长 你可以说他是因为 愿意离开我们常说的 comfort zone 一个安舒区 就是由他最开始 愿意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富家 上星期 有个教友打电话来教会 跟我聊天 他问我 女传道 我真的很想我的生命 精彩一点 有什么办法 我便跟他分享了一段经文 记住在《伊汉福音》 十章十节下 耶稣说 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 或者有些圣经说 亦叫人 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的理解是 这个耶稣的心意 拯救了我们 不是得了永恒的生命就算了 因为如果只得了永恒的生命 就好像有些人说 我们基督徒在等死 为什么呢? 因为等到死了 我们就可以上天堂了 但耶稣说 并且得的更丰盛 是想我们有精彩的人生 究竟我们 有没有活出这个精彩的人生 还是你的人生好像 一池死水 好像打电话来的教友 说 人生实在很平淡 怎样可以精彩 接着我想和大家分享 一个姊妹的故事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这位姊妹叫子灵 她英文名叫Celine 她就离开了她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她就做了一个放射棋师的工作 就踏上了去缅甸宣教之旅 在2014年 有位牧师就去到子灵教会里面 来到港道 港道到最后 他就呼召 跟弟兄姐妹说 有谁愿意真的起来 然后实际为上帝出去 去出去做宣教的 那时坐在那位置的子灵 觉得很受感动 因为他知道这个感动 已经不是上帝第一次跟他说的了 三番四次想叫他 为他做得更多 结果他鼓起勇气 真的起来 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去纳致 说要奉献给上帝 他形容那时坐在他旁边的妈妈 虽然是基督徒 但是眼睛都大了 可能心想 他说女儿你不是吧 你放弃高薪后职 那时他有一个挣扎 就是因为他已经在读 关于医学的一个碩士 预备着毕业后 可以将来再申请升职 也好 怎样也好 那时他决定 读完毕业才出去 结果在2015年3月 他真的开始去足足半年的缅甸之旅 他遇到很多困难 之前之后也是 他跟我们一起生活 他跟我们一起落田去工作 他教他们英文 帮他们补习 然后教他们圣经 这里你会看到 当时一群小朋友 里面很多是单亲 也很多是战后的孤儿 他们上堂的情况 你看多留心 他们住的地方是怎样的 这个真是日care 这样的日care 你给不给小朋友去 你看下面还有洞 但他们在那里生活 刚才我说 前后他也遇到很多困难 在之前那一年 他要预备 我去宣教什么需要预备 他学了很多新的东西 因为他以前也很少去野外的 但他也要尝试在野地 在外面生活是怎样的呢 另外他还要遇到困难 就是怎样跟男朋友交代 因为那时他男朋友完全接受不了 他要去宣教 还要一去半年 这是之前的困难 之后呢 当去到八月的时候 五月去三个多月 遇到那时有的大的水灾 因为那时缅甸有十四个省 多达十二个都水浸 水浸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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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教会 香港的弟兄姊妹 他希望囚到一些捐献 然后来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结果很感恩 他收到很多物资之后 Celine和一帮弟兄姊妹 一路去到 你看看 他们真的变了帐篷 因为那些屋都坏了 他给那些小朋友物资 他跟我说 他们去到那时 其实水位已经退到小腿那里了 感恩 经历了一年 即是他去完半年 他回到香港 仍然继续支持着缅甸这间教会 然后一周年他再回去探访他们 开始慢慢帮他们囚钱 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帮他们扩建他们的教会 他们的恩典教育中心 就是因为Celine的缘故 帮他们开展了一个恩典教育中心 他们开始有好的环境去学习 现在这个教育中心 已经至少有五十个战地的孤儿 他们一直是支持帮助 也帮到教会做美好的见证 开始有人浸礼 开始有人成长 在信仰上扎根 而接着这几年的时间 子灵一直都带很多不同的短孙队 让他们去体验缅甸的文化 因为他在圣经也看到 耶稣很多时候都说 看见才会动词心 的确是 如果我们不去实际探访他们 去看到他们实际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有多幸福 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需要 特别放这张照片 最左边 你看到大年纪的那个就是他爸爸 中间那个就是他当时的男朋友 现在的老公 现在他们一起去做宣教 一起去支援 接着继续去做宣教的工作 接着给你们看这张照片 看看这帮缅甸的妇女在做什么 煮饭 原来刚刚过了农历年假 子灵想了一件事 因为他发觉一路筹钱给当地都不是办法 所以他很想能够让当地的人 用到自己的强项 然后能够有收入去支持住间教会 去支持住间教育中心 所以他想到一个筹款活动 就是让他们去做马拉棧 然后回到香港做后期包装 你看到最左边戴着口罩的男人 就是他爸爸 接着旁边的就是姨妈 接着摸着头的就是他妈妈 他们一起去做后期包装 一起来参与这个宣教扶贫的工作 这个就是 现在开始很盛行的叫做营商宣教 就是透过商业运作的模式 去让不同地方的人可以自食其力 自力更生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活生生的见证 一个女孩子 她离开了七年稳定的医院工作 然后踏上了宣教之旅 在这四年里 她转化了自己 她看到她回应上帝的呼照 她属灵的生命得到健壮 在这一刻她已经开始读神学 已经开始在教会来讲道 她慢慢的成长 她也转化了很多的生命 如果要计算有多少个小孩 是因为这四年的教育中心得到帮助的 她已经开始数不了 现在住在那里 已经有五十多个战后的孤儿 她正在帮助很多生命 她还开始转化这个社区 如果你知道缅甸佛教是佔很重要的影响力 如果你不是佛教 而是其他宗教 其实你做很多事情都会遇到不同的麻烦 以及当地也有些贪污的文化 子令跟我说前几个月 有一次有些人员来到她教育中心 因为有些事情要办 她说很多时候真的要贪污 要付一些钱 但那一次 竟然那些人员知道她们在做些什么的时候 不单止没有问她们拿钱 还用自己银河包去捐献支持她们 另外有个教育中心的老师 是新来的 她说很感恩 原本她是在一些稳定的学校里教的 但她说知道她们很有价值 然后也辞职 去做少了很多薪水的教学工作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想起耶稣说这句话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那里说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 父亲母亲儿女儿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 各位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你和我都很熟悉 但很多时候看完等于没看 或者看完你不会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的 但指令活生生体会这段说话 原本她接受呼召的时候 她的母亲眼都大了 真的很不想那女儿辛苦读了这么多年书 竟然做宣教士 或者当时她要放弃她男朋友 有机会没有了 但她说她知道侍奉会有困难 但同样知道耶稣是会祝福的 现在她不仅有快乐的家庭 她还和整个家庭一起来侍奉 最后大家愿不愿意有丰盛的人生? 丰盛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说字 是要像亚伯拉罕那样要行动 是要像子灵那样要离开安书区 牽着上帝的手 面对不同的困难 这个时候就是你成长 你信心增长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有一个默想 然后有一个结束祈祷的时间 这个时候我都很想你有一个安静的时间 你去回顾一下 究竟你有没有曾经 对上帝有承诺 承诺要奉献给祂 承诺为祂做得更多 承诺为祂有更精彩的人生 但是可能很多年过后 你仍然是今天的你 你仍然只是今天的你 让这一刻圣灵跟你说话 让我们同心吐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很感谢你 你留下了阿伯拉罕这个故事 你让我们成为提醒 你让我们去知道 原来阿伯拉罕的人生 都是有起有跌 你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真的可以学习阿伯拉罕 慢慢一步一步去经历更多 要求上帝你的恩典和大能 但同样你让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要成长 我们真的要经过大大小小的考验 要对你给我们的邀请 我们愿意回应 我们才会成长 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曾经对你许下的乐言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心不足 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 以至到我们更加愿意去回应 上帝你的呼召 以至到我们真的能够做到 上帝耶稣给我们 那个丰盛的人生 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以祈求 阿们